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雅 请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看到的在今天 黑心压血又再次发生 而且顶王千叶火锅大下架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 除了烧到这个 大家说怎么会这样子 什么叫黑心压血 它里面放了是饲料用的鸡血的话 这样子违法 可能最高会罚到两亿元 这里面包括了顶王老四川 还有千叶 他们全部都下架了 不过我们再看到 今天还有一个大家最震撼的 就是七七刑管 窃占国土竟然说无罪 大家想说吓了一大跳 怎么挖这么大的一个洞 还不算窃占国土吗 那么今天呢 所谓的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为之哗然 所以我们就要讲说 所以是怎样 所以这整个是查假的吗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 这真的出现了一个逆转 也就是一开始讲说呢 是无罪的时候 就说他一共有七个罪 但是最后呢 谁图保持法的这个部分呢 是罚他两年三个月 其他都无罪 后来呢赶快 这个相关单位 赶快出来讲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按照规定 他有法的位阶 也就是呢 水土保持法 是高于窃占国土 所以他最后判下来的 就要以 违反水土保持法为优先 也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是两年三个月 然后有人就说 哈窃占国土 还有违反水保法 加起来才两年三个月 是不是太轻了呢 以及诬告是无罪 卫证是无罪 公司法是无罪 卫照文书是无罪 公务员登载不实是无罪 所以在这里 很多很多 这个今天下午的 这个谈话性节目 已经把法官给痛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要讲的 他说 我不是说 窃占国土没罪 我是把他 并在水土保持法里面 可是就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你当时吃西行馆 你在阳明山 挖了这么一个大洞 你还要卖人家 暴力 对不对 然后现在你钱也不用吐出来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到底谁拿刀叉在吃人肉 我们说是财团拿刀叉吃人肉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 很多时候错误的政策 或者是放纵 也是拿刀叉吃人肉 比如说我们刚刚一讲到的 这个黑心鸦雀 我真的要讲说 妈呀 又是拿猪吃的给人吃 怎么会这样子 你看看 这不是耳油的翻版吗 他混了鸡血 有人说 鸡血不行吗 你知道吗 鸡血跟鸭血不一样 而且这次混的 就是说你拿不出证据 它是人吃的鸡血 它可能是饲料用的鸡血 饲料用的鸡血是什么呢 表示里面有羽毛啦 有血字啊 不干净 所以可能会有抗生素 或可能会产生什么病变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我们在台湾一直以来 已经是受不了 今天年代晚报 要严格的来批判 我们的卫福部 卫福部在一开始 耳油发生的时候 也是一再的说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然后下架 这一次黑心鸦血 也是一样啊 一开始也没有下架 到后来 主贤被呆起来以后 他才下架 新北市跑在中央的前面 你看好当时卫家 拿越南猪都不吃的油 给台湾人吃 你看好我们政府要开放 美牛的牛杂碎 你是不是把美国的牛杂碎 给台湾人吃 还有今天大家来关心 高雄监狱的部分 出现了很多的检讨声音 跟疑点重重 我们要看的是 六名囚犯 最后自尽逆转的疑点在哪里 他们的通联记录 要来进行追查 以及我们要来告诉您的 51.3%的民众认为 台湾应该独立成为新的国家 哇这个报道一出来以后 大家就说 那对于2016的大选 会有什么样一个冲击呢 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 在今天传道 顶王老四川 跟这个千叶都被烧到了 可是这一开始的时候 卫福部都说 顶王跟老四川 有买过他们的鸭血 有买过他们的鸭血 跟现在有没有买是两回事 你为什么要故意玩文字游戏呢 结果你可以看到的 中式卫生局缤纷四路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火锅街当中 顶王 吴老郭 老四川 阿关火锅都在这里面查 顶王说呢 我的确有进口鸭血 昨天晚上看到报道 旗下顶王跟吴老郭分店 就赶快全面的暂停供应了 另外在老四川的部分 他说之前的确有进口 到双棚的这个鸭血 现在已经改用 四棚的鸭血 双棚四棚都是棚 有没有关系啊 然后再来看这些民店 千叶火锅说 鸭血已经全部下架 也是受害者 近代卫生局的调查 你看今天在台中的 这个火锅店之外 我们再看到台中污日工厂 台中地检署 昨天已经击查 全台市占率高达七成 未爆弹恐怕上百家的 就是双棚 双棚他用饲料的 这个混的 这个所谓的鸡血 混在鸭血当中 那么鸭血混鸡血 现在无法可管 但是你要分实用级 或不是实用级 如果你不是实用级的话 你依法可以罚六万到两亿元 我们来看这个事件 会不会又造成另外一波的发展 因为现在大家 像我都很喜欢吃猪血糕 但我不知道到最后 它会变成是什么血糕 那您再来看到的 在今天还有一个发展 大家说公平最重要 吴敦义副总统的随护 他的儿子疑似撞死人 而且有灭证的这个部分 现在进行了调查 吴敦义随护他的儿子 1月1号开车撞死女大生之后 现在进行调查 包括了就是 他在警方的相关的人事 而且昨天传讯的 包括了李清渊夫妻 还有李文艺的唐哥李文泰 他本身是警察 那整个案件会有什么发展呢 监察院也在介入调查 以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故事 我看了以后 第一个时刻我就非常的感动 那么后来我看到网友 也是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讲 他呢 在家里面 家里没有什么钱 担心 那他就是呢 去帮人家搬这个稻子 赚了1800块 1800块 他带着妹妹去买这个高吃 就回家就发现说 糟糕了 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然后去找那个钱包 找到以后 证件都在 钱都被抽走了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怕被妈妈骂 不敢回家 所以在派出所 我说这个小孩子真的很乖 他夏天搬到央 早上六点出门 坐到晚上七点 就这样子才赚了1800块 真的是干口钱 他都靠了 警察就说 这实在是 而且妈妈是毒品列管 人口刚刚出狱 我们要讲这个事情 这让我联想到的 就是高雄监狱的这个事件 我们今天常在想 这个小弟弟 这小弟弟 他现在还很努力的 去这样子做劳力来赚钱 如果我们的社会机制 没有帮助到他的话 他真的没有钱过日子 他是不是很容易 被黑社会吸收 我是真的这样讲 而且家里面又是单亲 没有人可以顾到他 那未来又会造成 另外的不幸事件 这我们要说的 就是在这个黄姓的男子 黄姓的学生 而且是斗南派出所 可不可以地方父母官 帮忙一下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大家讲到的就是 七七宣判 不是七七事变 七七刑管的宣判 搞了半天 该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像怎么最很轻 然后另一方面 马亦又有总统 他的存款跟财产曝光了 他一个月可以存42万 跟过去几年来比 他一个月有花到5万块 以前存的钱 都比薪水入账还要高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另外我们当然要来看看的 卫福部难道还不换人吗 一下子叫我们吃牛杂 一下子叫我们吃脏的鸭血 我们的报道 好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是脏的这个鸡血 混在里面是很严重 这个是台湾 市占率达到70%以上的 双棚公司 双棚公司为什么会被发现 就是有员工爆料 他说买回脏的 这个饲料用的鸡血 死鸡 鸡血 毛粪 粪便便都在这里 然后参入不明的粉末 然后因为他原来是肉鸡的话 比较稀 他参入粉末之后 正常来讲是加盐水 凝固真主 他加了粉末跟水 加了水就容易腐败 然后做出来就是这样子 麻辣鸭血跟鸭血膏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看看这个公司 这公司它是从 大概有9家上游的养鸡厂 从云林彰化买 买到他有两个工厂 一个在台中污制 一个在新北树林厂 那么检方在昨天 到新北树林厂 就查到了这个杖册 看到有人在烧杖册 会计彭于烟 他以3万元交保 然后另一方面 又到台中污日的工厂 发现这里面根本是一个 制造铁网的工厂 最可能是一个人头 所以在今天早上 10点30分的时候 新北卫生局就说 宣布下架封存 因为双鹏公司 你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9家供应商 是不是有食用级的证明 封存的勤血 有2.43万公斤 成品有360公斤 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 那我们来看到这里 我们要问的是 卫福部睡着了吗 为什么是新北市来做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们买的是这个肉鸡 只有30天大的肉鸡的 相关的血液 他呢 一般太不容易凝固 所以他加了不明粉末 那么洪东荣读物专家说 饲料鸡血含抗生素 容易细菌感染 长期饮吃的话 免疫力会降低 如果违反这个法 知道你真的是饲料用的 给人吃的话 你就会判最重是 两亿的罚还 那我们再看这个图 说实在 我们实在很难分辨 跟大家来分辨一下 镇港的鸭血比较好 勤血就是说 你可能有加猪啊 鸡啊什么东西 它的洞洞好像比较大 那镇港的这个鸭血 它比较嫩 颜色比较暗 筷子一夹很容易碎 但是全台湾 只有2300万只鸭 你不可能有这么多血 你看它的这个洞洞 是很小孔的 那如果勤血的话呢 它就是红砖色 不容易扯断 蜂窝状的小孔 成本价呢 你看看一公斤九块 这个一公斤三十块 但是功效来讲 如果你吃鸭血 比较温润 可以清热解毒 如果你吃到的是 猪血或其他禽血 胆固醇很高 且甲心的含量很低 吃了只有热量 没有好处啊 讲到这个 我们就说呢 一些名店都烧到了 像今天讲到的 顶王又在中标 千叶火锅也是在中标 还有老四川 那我们要说的是 你看哦 卫福部长蒋炳黄 卫福部次长许明能 食药署长江玉美 政院的食安的相关的主任 蔡淑貞 你目前没有规定 压血不能够参入鸡血 这是食药署讲的话 我们知道没有这样规定啊 但是不是食用级的 不能够加进去啊 你代乎值守 去年的一月 双鹏公司已经爆发了 鸭血混珠血 你没有处理 然后呢去年十月 新北抽查已经知道 市售的鸭血不是纯鸭血 你说没有问题 有鸡血没问题 你现在被发现的人 你说哎呀 暂时不用下架 结果现在负责人被抓起来 新北把他抓起来以后 你才说好吧 那大家下架 我也没有办法 我想什么都没有办法的 这个卫福部到底有什么 存在的这个必要呢 如果我们今天讲这件事情 你黑心鸭血没罪 切赞国土又没罪 你到底是怎样 会不到最后 大家说连猪血糕都不敢吃了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报导 这点工程啊 他们的确定是从那上面来的 这下的我们有局有发言人 卫生局人员下午一间一间 火锅店鸡茶还带回样品再度采样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鸡茶人员差点滑倒 是在采样的吗 到火锅店消费的客人看到大阵仗的媒体一头雾水 不过吃的火锅的确没有鸭血 里边就是没有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他们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对 有点可惜 怎么说 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来吃啊 鼎王和五老锅就是已吃完之后汤头打包 鸭血豆腐加到满来吸引顾客 现在却不提供鸭血因为用到摻了饲料用鸡血的黑心货 是顶王有135公斤 那第二家是五老有201公斤 那其他的十家并没有这个存货 另外台北市鸡茶则发现夫妻肺片蜡中间凝际 石头宫石头火锅马辣底级鸳鸯锅千叶火锅等等全都中标 要求店家立即将鸭血下架回收 饲料用鸡血可能混到粪便容易导致细菌感染 双棚食品供应全台七成的鸭血 受害的商家还有多少还在清查 记者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你刚刚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是不是在于我们的官员非常的纵容啊 我必须这样子讲 如果你判重罪还会这样子吗 到最后我们台湾人到底要吃什么 我觉得这个卫福部的人应该全部都换一轮啊 要不然呢就让你吃一下 你觉得没有问题 没错啊 我今天讲说鸭血加了鸡血不违法 可是鸭血如果加了所谓不能够给人吃的鸡血 吃不违法 如果不违法你干嘛罚他两亿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事情全部都是民电 你还要轻轻放下吗 大家说真的不是党政的颜色有问题啊 还是你手上的口口有问题 你手上有绿色的有蓝色的 就是没同啊 我要说起来 窃占国土耶 我们在阳明山上面 我们随便住在阳明山的民众 稍微动个东西都会被人家拿放大镜 说不可以不可以 凭什么 凭什么来自于苗栗的刘正词 可以在那边大挖特挖 下面挖了一个大的行宫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结果在今天消息一出来以后说 水土保持判两年三个月 窃占国土无罪 所有的人为之哗然 我必须要讲说 这个部分呢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这么理解 而事实上我听到及时的广播 十二点钟的新闻广播 全部都是做这个方向 下午的谈话性节目 全部都在痛批 我们看到有台甚至两三点的节目都这样痛批 但是我们基于事实还是要告诉大家 因为法官已经士林分院已经澄清 特别还跟记者说 不是没有罪啦 因为我们把它算在水土保持法里面 所以呢 他加起来是两年三个月 但是我还是要问说 干嘛这么轻啊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十一点的时候士林地院宣判 引起哗然的 就是说呢 刘正池 他为水保法判两年三个月 其他的部分大家说 切占国土没罪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士林地方代理的发言人林秀凤说 刘正池依水土保持法 判刑两年三个月 其他无罪 所以大家的理解就是 你切占国土是无罪的 美土就认为说 切占国土也无罪 那十二点的时候 你看一刚完记者会 十一点 然后过一个小时之后 士林地院就公布判决的理由 他说刘正池因为指示 夜宪宗埋货柜 占有国有地 切犯了这整个战罪 还有违反水保法部分 依特别法 优于浦东法 特别法就是水土保持法 普通法就是切占国土罪 所以呢 要依照特别法 也就是水保法 来判他两年三个月 好 大家终于收一口气 但是呢 两年三个月 你告诉我 水保法是多少年 对不对 切占国土是多少年 你其他的罪都没有罪 卫照文书 污告 卫政公司法 全部都无罪 所以网友说 再三证明 国民党你没有改革决心 你别怎么说 因为说 这个士林法院 也不是国民党开的 他就是这样子判 另外我们再看到 就是刘正池的妹妹 还有刘正池的两个女儿 也全部都没罪 所以网友说 你看看林毅士 赖素如李庆安 各位还意外吗 说实在 我真的觉得 这样子大家说 那你怎么样 跟老百姓来说服呢 你怎么样来说 我们一切的标准 都是一致的呢 你看七七行管 如果比较起 也有人说 刚自由时报 我听到 看到一个消息说 哎呀 我跟你讲 他用水土保持法 来判他比较重了 可是你怎么说服我呢 水土保持法 再加上国土切占 也不过是两年三个月 如果你比较这里的话 官员 蔡柏路的部分 六年是不是比较重呢 你可以看到 两个土利罪 重判六年 尺度公权五年 就是蔡柏路的部分 其他的三位官员 土利罪的部分 大概都两年七个月 两年七个月 一年两个月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窖 所以我一开始 为什么所有的人 会为之哗然说 你脾子是身在哪里 你脾子是高到辣肉 你没看到这 2004年开花地窖 新闻都有 也很大 你敢说 你没有切占国土的问题呢 你看何志伟去现场 他就说 对于刘正池 或判无罪 间接证明 不会有公平正义 于情于理 于法都不合理 变成判例的话 以后整个阳明山 都可以随便挖 甚至挖地道 到总统府都没关系 好那我家先挖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我那么喜欢游泳的人 我根本不敢挖游泳池 因为挖游泳池是违法 可是如果这样子 那我可不可以申请 我先挖 为什么大家都不能挖 你可以挖呢 然后你再来看到 特权不止这一张 刘正池的家族 呆账1.8亿 你看看这个呆账 我想了说 钱你要吐出来 这是呆账的问题 庆易科技 对不对 你贷5500万 呆账5400万 你够不够要脸啊 只还100万 中邮通 董事长刘冠瑜 你贷8500万 呆账7900万 你还不到1000万 东台化工 董事长刘正宏 贷款5000万 呆账是4500万 你只还了500万 你真的是够厉害 我们买房子都不敢这样 我们一毛一分都要还 我想请问 我们问一下马总统 现在马总统还当政 还没有辞职 你说刘正宏 你不能告诉他一下吗 他至少是国民党下面的 一个执政县市长 你这样子搞可以吗 这些钱不能够要回来吗 好话又说回来 今天魏映冲 他又出来了 就被人家贴齿 然后就叫他下跪下跪 而且很巧的 不是一家人 不入一家门 怎么讲呢 你看魏跟刘跟马 交情可真好 马总统的当时的重要的人士 罗志强 他有去跟魏家拜年 然后马姐也有去跟刘家 刘正驰拜年 这都是有照片为证 那我们现在讲 可不可以请马姐也劝一下 你们为了社会观感不好 可不可以把欠的钱还出来 我就不相信你 刘家没有钱 你刘家不是非常多钱吗 今天如果说 切赞国土是无罪或轻罪 那我要问一下 写个长头诗 讲到罢免什么的 就要罚一百万 还好好像刚刚说 一百万不是真的要罚下去 要不然柯P自己掏腰包 可能佩琪会非常不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现场 今天我们在士林 还有在阳明山现场连线报导 先来看到何志伟怎么批 今天官员被重判 他们也觉得说 天哪我是土力鬼吗 因为好像刘正池都没有事 那我到底是土力了谁 刘正池切赞国土案 经过将近一年的审理 士林地方法院 上午一审宣判 结果出谱预期 刘冠亭 刘冠宇 还有他的妹妹刘子盈 法院都认定他无罪 刘正池 我们认定他犯了水土保持法 判有期徒刑 两年三个月 论罪法条只念到违反水保法 那窃占国土的部分呢 讲官起诉的是七项罪名 那今天法院认定了几项 那法院认定了三项罪名 那我们直接是用水土保持法 那另外有三坡地保育法 还有窃占罪 我们都有认定下去 也就是说窃占国土的部分 确定有罪 但由于水保法属于特别法 优先于其他法条 再加上刑度罪重的关系 法官与水保法论处 而除了刘正池 刘家人可以说是个个脱罪 但阳管处的官员们 可就没这么幸运 蔡百露的部分 我们认定他土利罪 那判有期徒刑六年 前阳管处人员分别被以土利罪 判刑两年七个月 至于开挖放置地下货柜的包商 夜线中 依违反水保法 除以一年两个月 可良犯后态度良好 减轻为七个月的有期徒刑 八名被告 重判 公务员 侵犯 刘家人 这样的结果 事件强调会收到判决输后 决定是否再上诉 记者纵道 另外今天还有个蛮震撼的消息 这个震撼的消息 已经被另外一个消息压过去 震撼的消息呢 是今天早上 我一看到报纸说 王文阳想要跟宋楚瑜合作 选2016 然后再看到一个消息 其实我昨天就注意到了 杨志良 杨志良 曾经马英九总统非常欣赏他 结果杨志良呼吁 马英九总统赶快先辞职吧 这两个都很震撼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又看到了 马总统的财产大曝光 我觉得这个更震撼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每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都会自我的来这个检讨 检讨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薪水 没有办法存下这么多钱 你看马总统的薪水47万 他过去几年可以存到48万 存到40多万 然后今年少一点 存42万花了5万块 我都觉得说好奇怪 结果有人就跟我讲说 人家当总统 公务人员 吃国家的 用国家的 一支笔都可以拿回去 不像你 对不对 这个钱 我们当然一般月光族 很难存下来 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事实 马总统真的很会节流 你可以看到 他被算出来最新财产 一年存大概将近600万 一个月花5万 大家说你现在有花钱 按过杨智良 就已辞职 马年存将近600万 就是在今天公布的 监院公布最新一期的 廉政专刊 在这里面 马氏夫妇存款 2014年是7293万 9千多块 2015年是 7876万 9千多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看 他一年增加583万 所以说600万 这个数字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跟大家算一下 如果583万扣掉 是他的年薪 增加的部分了 扣掉71万 因为71万 大概是年终奖金 他可以拿到1.5个月 扣掉这个数字以后 再来除以12个月 我们就知道 是马总统 每个月存下来的钱 因为你把年终奖金 那一整笔先扣掉 那就等于 42万 6千 715块 一个月存这个钱 真的也蛮会存的 可是大家就说 他一个月大概平均 花5万块 一个月花5万块来讲 大家说 毕竟有花到钱 你知道以前 大家觉得算数很奇怪 就是你怎么会 存的钱比薪水还要高呢 这是每次都拿出来 讨论的话题 可是我们还是要讲 那有可能是 马少有收入 或者是股票的获利 我们必须这样讲 只能够自己堆心 说真的很 抱歉 我不会存那么多钱 你看到在这里 这个时候 2012年是 陈奇迈爆料的 他说马存款比 收入多81万 那如果算起来 一个月大概多 将近7万 这是陈奇迈爆 我们还没有找到数字 那姚文志说 这个加上夫人薪资 跟存款利息 是这样子吗 应该说清楚 那总统府发言人说 的确是因为薪资 跟存款利息 那再来看到 2013年 2013年 马总统一个月存 48万6千块 大概一个月多存 将近1万 他薪水是47万 那府方就说 我不做任何回应 大家还是觉得好神奇 亲爱的 我把钱变多了 存款给比薪水多吗 那但是你看看 这一次看到 一个月有花五万 好像今年花的比较多 当然这是一个 算账的一个部分 但是大家也想知道 杨志良 怎么会叫 马英九总统辞职 昨天我看到一些 也有名嘴界的 媒体界的 也有人在发文说 那你马总统辞职好了 我在想这是谁在放话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铺陈 我不理解 他说 请总统辞职 政院总辞 解散国会 提前大选 马总统如同 阿扁后期 令不出总统府 只能够自闭 行政立法运作 激进停摆 政府严重失能 这个是杨志良讲 杨志良当过 卫生署的 这个前署长 那如果说 这样仔细来看 马英九的两条路 辞不辞 辞不辞 不辞的话呢 就摆烂 撑到明年的任期结束 大选如期进行 现在我们知道 总统大选 跟立委选举是合并嘛 最有可能是 1月16号 日期会不会变 我不知道 如果辞职的话呢 辞职的话就是双辞 也就是马跟吴双辞 然后呢 再来就毛治国 也进行这样子的补选 所以大家讲到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全部辞的话 对于朱立伦 王金平来讲 是苦上加苦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今天呢 今天讲到的这个 中国时报讲到 就是说 就是送没有大选门票 他讲到是谁 是不是呢 王文洋跟他一起选总统 你可以看到 这传出来的就是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洋 又传出来 跟宋楚瑜搭档选总统吗 为什么说宋楚瑜 有这个门票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呢 总统副总统的选霸法 清明党必须在最近一次的 总统或立委选举 有效票总和超过5% 才可以选 那这一次呢 因为上一次的选举 刚好总统立委合并 所以加起来是超过5% 没错 一共是到底要怎么算 那分开来算 总统票是2.7% 是没有达到标准 政党票是5.8% 是有达到标准 那所以到底该怎么算 所以宋楚瑜要出来 可能也会有 这方面的这个争议 但是回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 一切的纠结点 在于马英九总统 他今天呢 到一个活动当中 还在讲网军 他说我在台北市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重视网路了 可是马总统 你已经当了快两届的总统 不要再想台北市的事情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 刚刚刘家刘正驰 就想到他的哥哥刘正宏 又想到了刘家跟魏家 跟马家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 刘正宏喜欢他的当地人 还真不多了 他是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过过去十几年来 三内的总统任内 都是不断在减夫人的税 那政府的预算不够 都在发行公债 那么这些公债 照目前的财税制度 通通都是劳苦大众 受薪阶级在买单 那所以我就说 到底是他比较委屈呢 还是社会劳苦大众 都比较委屈呢 当然是劳苦大众比较委屈啊 你看看总统都可以存到 四十几万 也是不错哦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的 讲到这一点 就想到什么 想到这一次的高雄监狱 大辽监狱的部分 他们再怎么样 他们虽然是重刑犯 可是你想想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呢 他做的工作 就得到两百块而已 一个礼拜两百块 一个月四个礼拜 四二得八千块 不对哦 八百块哦 对不对 如果四个礼拜 一个礼拜两百块 四个礼拜就是一个月八百块 所以他说很多东西买不起 家里还要拿钱给他 家里也没钱 是不是因为这样造成不满 其实 其实就是讲 不是在换寡 而是换不均啊 不是你拿的钱少 而是如果有的人吃香喝辣 你拿的很少 你当然就不公平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看看 马上越狱报告的大曝光 马上就要来出来了 下班之前 现在已经交出去了 可是我要讲的有两点 这个报告 千万不要再做我们比赛 第二个 所有的相关人等 都已经媒体上大放话 能放的都放了 所以这个报告 会不会就是一个串阵报告 反正大家兜一兜 兜一兜 内容能够讲的都讲出来 不能讲的就不要讲 是这样子吗 你可以看到 六个囚犯的影弹 今天传出来 另有影情 而且还说一开始的时候 预方就马上有准备好车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熊间还爆出老鼠帮 老鼠帮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六球分两批影弹的内容 那么当然您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倒在一起 很多人就想说他们都是真的这样子想吗 还是有人不想这样子呢 昨天也进行了解剖的报告 解剖报告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这第一批当中最凶狠的是禁竹生 他是头部跟右上背跟右翼跟胸跟腹多枪 我就在想说补枪有必要补这么多枪吗 这是我的怀疑 然后因为他们第一时刻都是先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的那个太阳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需要补这么多枪吗 我看到的这次验尸报告 我觉得这是疑点 第二个就是传出本来不想死 但是因为兄弟之情只好一起去的 黄子燕 他是头部跟胸部 腹部跟后背也是多枪 然后再来看到的魏良颖 他是头部跟右背 胸部跟腹部多枪 黄显胜是头部一枪 那郑立德跟秦义明两个是第二批的 他们自己了结 所以他们就是最后就是一人一枪 所以有人就讲说 梅花状是不是有含义 但是他们说应该没有特殊含义 不知道 还有遗体绕监索一周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是要让他一路好走 今天下午家属招魂 家里很穷 殡仪馆说没有关系 我帮你办这个后事 因为真的要办一个后事都没有办法 那这两个重要的人士出来了 就是典狱长 还有当时负责的检察官陈俊秀 典狱长说是我做的不好 我真的很遗憾 跟我拥抱握手道别 劝 就是他讲昨天讲今天 肯清慧 脱没有会影响同学 那为何不劝 他说怕他被捕一枪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陈俊秀检察官说 内线沟通六十多次 四点半的时候最后通话 清晨五点的时候枪响 他是他人生的最低潮 可大家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 靖竹生 他其实据说是主谋 六十二岁再拼一次 他说我是土匪 然后黄子燕他想器械投降 可是没有办法 秦一鸣 他是拒见母亲 下辈子再当你儿子 所以在这里大家说 是不是有一种互相的感染 我们所谓的peer pressure 同宅之间的压力 你不想走这条路 别人要你走这条路 还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到今天最新爆出来的 就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有讲到说 其实在这个六名嫌犯 打电话给苹果 要两台车之前 雄奸已经要给他们车子了 是真的这样子吗 你可以看到下一个说法 四点十四分的时候 昨天下午他们逃到东侧 驳火 然后典狱长当人质 四点四十分要求两台车 否则对人质不利 那副典狱长就说同意 可是到现场的时候 六名警察在这说不行不行 很危险 所以现在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说被拒绝了以后发生驳火 一个就是说博火之前就到 一个是说博火之后就到 年代反报觉得如果要写报告 这个是key point 牛肉在这里 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在博火之前就到 你很奇怪 他跟你要车子你就给他吗 那一被挟持就给他 然后警察在现场跟预方是不同调 警察说很危险 拒绝就那六个检察被继工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你博火完了以后 他要车子 你给他 可是这又跟警方的说法不同 所以这就罗生门 时间都不上 那你可以看到 六警要求折返 他们也是非常有勇气 如果没有折返 我跟你讲 就是传过水无魂 车过人就走了 所以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当时他说是一种策略 要做给受刑人看 那你车子 当时时间是怎么样 这就是报告写清楚 你如果一给他的话 可能警方还没有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走了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报告 马英九要求在下班之前给他 现在我们要报告一下马总统 我不知道你的报告会不会写 今天媒体都写了 就是雄间当中有老鼠帮 所以这个典狱长要来说明一下 谁养这些老鼠 原来他们的工作收入不均 他们是由干部跟资深管理员来节目 谁是麻吉 麻吉就可以肥缺 你看他有很多厂 17厂 1到18厂 缝鞋子每个月200到几百块 才一般做面包 一个月将近上万块 所以你看张间说花灯月 一个月领三万块 雄间做酱油 一个月领两万块 只有他们是200块 你敢说差点 而且我们再来看到 力检能够闯关 为什么能够让重刑犯 拿危险的工具 这都是疑点 一开始大家就在那边 哦对不对 英雄啊什么 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的是 真相是什么 如果有人不想死 你不能够说 其他人去死 他留下来 不能这样子吗 而且在今天预方说 给他们高粱酒 否认有所谓的下药之说 但今天他们怎么讲 他们说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要走了 为什么没办法 今天联合报的社论写得很好 我引用一下 他说主要的四大问题 第一个 监狱的原额跟管理问题 第二个 政商人物在间的特权待遇 第三个 替代艺男是否适宜在监狱服役 第四个 对峙现场的谈判 部署跟秩序 真的是乱上加乱 我们的报导 就先从今天家属的办后室开始 郑利德的家属 郑利德的家属 王显胜的家属请进来 家属提好料探视大辽监狱里的受刑人 典狱长遭挟持全台首例 当天预方取消会客13号才恢复 会客每一梯次同单位改成指线两人 会有这样的改变就是因为这六名受刑人都属同一单位 趁会客筹谋 越狱计划 同一个单位都会采成群结党 裁缝用的剪刀变成挟持人质的武器 甚至抢枪械与警对质 但离谱的市高间之前声称 受刑人是把一把剪刀拆成两只当凶器 但警方查扣证物却有两把剪刀 还有磨尖的长铁条 把中间螺丝松开的话 两把剪刀拆开以后变成四把 四把的坚韧 加上一只大概三分的我们俗称的三分钢筋 铁条哪里来一方 我们看到又有铁条又有利剪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管理的漏洞 还是另一方面大家说 比较麻吉的就比较好 比较不麻吉的就怎么样 当中的内幕重重 希望能够检讨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报告 是不是一个作文报告 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把以前的报告 用电脑移移就拿出来 媒体现在都非常的眼尖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原来在监狱当中 真的到处都有特权吗 到处都有特权 马的监狱报告到最后 会不会是玩假的呢 不要写一封呼噜的报告 给马总统 还有我们要报告马总统 你要求大家在一个礼拜之内 要来说改善的内容 但是一个礼拜之内 19号是大年初一 你认为他们大年初一 会来提出解决的方法吗 我就眼睛洗一洗 耳朵洗一洗 我们仔细来看 好 大家都说 很多事情只能够做 不能够讲 而且讲一套做一套 这种氛围在台湾 兰曆执政这么多年 到马英九的时候 没想到是更加的严重 为什么这样子讲 大家就讲一套做一套 反正呢 大不了写个报告就算了 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 周末有个好看的电影上演了 叫做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台湾版 这里面呢 主演的是什么 他主演的是 内湖的50道阴影 内湖's 50th grade 我不知道 那个我没看 主演是蔡芷二跟逢岸靖 然后内湖南港居民 你如果拿身份证去的话 评票打八折 另外除了这个还有上映的是博豪 博豪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他真的踢到了他的洗脚机 而博一腿一段一段 跟这个所谓的两税合一有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要揭秘 还有今天礼拜五黑色星期五 Freddy也来了 当然我们再看到 预政改革 今天要来交报告 大家看到 一路好走之兄弟片 那么各方面都有演出 明天的大片要登场 不过讲到这一点 大家说明天呢 还有一个事情要登场 就是房祖民 房祖民啊 这就是特权当中的特权了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房祖民啊 他应该是14号出来的 但是呢 他在今天13号的凌晨就出来 所以很多媒体都没有拍到 被骂到半天 你可以看到的 他监禁六个月 今天凌晨出狱 那拍也没有拍到 就是司机 后面这个好像是房祖民哦 凌晨 凌时的八分 坐保镖商务车 在两警车保护之下离开 北京城东区看臭所 戴着帽子 躲媒体 飙车 连窗几个红灯 最后开进了私人别墅当中 那明天要有记者会 明天记者会是 现在有两点在北京 是由他妈妈出来 是妈宝妈 妈妈出来陪着他 陈龙呢 他说我在台北宣传 芯片不是宜出来了 他也曾经说 他是小王八蛋了 但是我们再看看 爱子心切 柯震东跟房祖民比一比 两个人都是因为大麻被抓 一个十四天 一个是六个月 他关满出来 他提前一天出来 上百媒体守候 他说 坐车子溜的就出来了 那吊虎离间计来离开 也是使得财子品被骂了半死 那这次有两个警戒护车 也是吊虎离间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些的发展 大家说 那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演变呢 不要忘记的 大家就不要说 明天情人节 明天情人节 很多事情要做 不要忘记 我说什么 对 我说什么 我说跟情人互关 就明天的天气 就是说低温 今天低温 明天也是低温 今天对低温是7.8度 但是有个消息 大家要知道 油价下礼拜一要涨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贬值 跟乌克兰的停火 油价大反弹 所以我们上礼拜 才涨了1.9元 现在又要涨0.4 0.5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情人节干脆坐捷运 坐公车好了 我们来看看房主名的部分 好我们看到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您可以看到 在今天真的是 凌晨出来 大家只拍到了 这么一个外观的这个部分 好另外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 引起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 您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 而这个最新的民调 讲到的是 到底台湾的民众 对于两岸之间的看法是如何 那我今天看了这个数字 我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想要认为台湾要独立 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我说这样子吗 玉蓉跟我讲说 张姐去年也是这个数字 我说那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这个数字 有三份不同的民调 跟大家来参考 2016年的朱立伦 或者蔡英文 就要来参考了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是84%年轻人反对统一 这个先看最新出来的 这个是台湾指标民调 我们close up一点 台湾指标民调 就是在昨天晚上出来 两岸是不是要统一 结果67.7%不赞成 第二个问题 台湾最后要不要独立 51.3%赞成 第三个问题 哪一项符合两岸的现况 有一半以上 50.9%是认为是 一中一台是两岸的现况 那另外一个一国两制 不知道占了18% 那我们看呢 就是远见民调 他是在去年9月 做的一个民调 问题几乎一模一样 最终走向统一 认为不赞成的63% 最终台湾要独立 认为赞成的是54.7% 其实跟过去差异不大 那第三个问题 国民党谁能够兼顾台湾 利益跟两岸和平发展 结果在这里面 认为都不能的 多了14% 对国民两党的这个失望 那你可以看到新台湾国策的质库 他是在去年的1月 有做这个调查 那么中级统独认为 维持现状的是57% 大家这个有一个问题 他就说你的维持现状 是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不能够维持现状的话 独立的占了63% 那不满意政党的大陆政策 其实国民党民进党 都是蛮不满意 而且有增加 那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我们的官方 就是陆委会的数字 陆委会说 维持现状的占了88% 竞速统一只有1% 竞速独立只有4% 但是他们说 这个是有tricky tricky是在于说 大家认定的现状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认定的现状是 一国两制 不是啊 很多人认定的现状是什么 一中一台 在这里一中一台 所以很多人就说 维持现状一中一台 是这个数字 有可能啊 但不论如何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大家就说 接下来要来看的 就是蔡英文跟朱立伦的态度 2016年决战两岸 感觉起来年轻人倾向于 从太阳花世代以来 是倾向于 政治光谱 是倾向于独立的 是占比较多 但是朱立伦 现在老是老将 高孔联出来 他是不是想说 他至少要来个主席会 还是他要走稳当的这个部分 他的政治光谱 看来 因为高孔联过去是连加班 而且也受到江炳坤的气重 所以呢 朱立伦要走的 两岸的路线 是不是过去的老路线 这是非常值得 大家来关注的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 就是柯文泽 今天处女秀 他讲了上百次的恭喜发财吗 不过我们要报告一下 柯市长 你在这里 这个地方 他说新年快乐 扬眉吐气 35家媒体抢拍 化妆 然后在这里 他又到很多地方 iPad秀 他说每个词都一样 他说记者 说你可以自己加 可是我家的话 幕僚会很害怕 那我们要报告一下 柯市长 因为呢 你只有帮一电视讲 对不对 你要补一个给年代 因为你说一电视跟年代 是同一个 我跟你讲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尽量播你的东西 因为你是讲说 一电视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们要播的时候 就很三条线 就把前面你的几个字 要跑掉 那你要不要再补一个给我们 讲个简单版 就写 年代的观众朋友 我跟讲年代收视率很高 你真的 我们是不同台 我们没办法共用 不信你去问NCC 我们看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 柯文泽 首次赫年录影 柯P看起来很有信息 新的一年 继续翁 你们是我的主人翁 没想到才讲到第二句 就NG 等待待待待待 我有看到 你是不是拿过 我只是觉得 突然 突然台词变得很奇怪 来 是好了吗 看去哪 自己喊咖 仔细研究 柯P人不住 这个部分 好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柯文泽的上场的情形 好了 刚刚我们复控说 一阵掌声 柯文泽市长 很多是台北市市民 你还要再录一个给我们 其他有什么台 有什么台还要的 顺便加码一下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整个的高监捷狱的事件 扯出了中共国安四局的这个说法 什么叫中共国安四局 中共国安四局 他们的国安部 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跟白狼有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大家都看到报纸 很多人都看不懂 没有关系 我们帮你看懂 什么叫做以后的税 变成房地合一税 那这到底是对设此税没有了 这到底对民众好还是不好 还是说我们要精算一下 魏家如果卖掉他们12户地保 他们交的钱是多还是少 我跟你讲 当然少 少两亿多 好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看看 跟Carly Simon的这首歌 你很虚荣 有什么关系 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今天晚报 就写到说 这个挟持的这个事件 他就说谈判一团乱 警大教授讲话说 国家没人才 我真的要问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这一团乱 国家没人才 我们看到我们的财政部 我们看到我们的卫福部 我们看到我们的交通部 我真的想问一句话 我们国家没人才 怎么会弄到事情这么的混乱 我今天要讲的 等一下要讲到 整个挟持案的部分 要揭开大陆国安部的神秘面纱 大陆国安部 他的包山包海 甚至连台湾的选举 他都能够了解 而且他跟白狼有什么关系 我们等一下看这个之前 我还是要问一句 国家没人才了吗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看我们的税 税你有听过 抽这个税会越抽越少的吗 抽这个税 抽到人家都把财产 拿到国外的阿里布达 拿到不同的国籍 都不用交给你的税 那我们民众苦哈哈的缴税 有钱人都不用缴税 这样对的吗 今天有这么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 房地合一税 房地合一税 然后财政部要推了 就是2016年的 1月1号开始推 急着推 那我们要来看到 有很多人就问说 看不见 到底什么事情 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 你看在这里面 财政部长张胜何 他摆腳 不是说去香港摆腳 他说我撞到这个炮脚机 他就是宣布说 房地合一的改革方案 他昨天宣布了 然后今天跟大家讲 那我们今天讲说 从2016年的1月1号开始 买房子两年之内 你如果现在买房子两年之内出售的话 我就不科你奢侈税 不科你奢侈税 表示你要住满两年 这就是说他打草房 那按照现在变成多少 30%最高是30% 那你卖出当日取得 持有两年房屋税是17% 住满六年的话 你比如说 你的房子是在4000万 4000万 以前是说2000万 现在说4000万以下 就不用这个税 但是呢 你看看 4000万要科什么税 我不用科你这个所谓的高的税 我就是科你17% 因为你住满六年 看不下 我给你讲 再来这里 你看房地合一在这里 房地合一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奢侈税 我们注冒一点 奢侈税 对不对 那奢侈税 我们先看这里 原本的奢侈税 他总之就是要把奢侈税去掉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奢侈税 就是命一点 好不 这里 你看奢侈税 如果你房子一年之内卖 你要付15% 获利以后付15% 一年到两年之内是付获利以后付10% 现在都不用了 而且当时门槛是2000万 现在提高到4000万 没有奢侈税了 好变成什么 房地合一税 就是说你住这个房子 你只要住两年以上 我只要收你17% 你如果住两年之内你就卖掉 我就抽你30% 总之最高就是30%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他们就批 就说无耻无耻无耻 这是一个下流改革 曹韵就说 第一个 你免税额放宽到4000万 能买到4000万的房子 已经算是半豪宅了吧 而且你不限户数 如果那个人他有很多房子呢 那都不用付啊 这就是不该保障多污足嘛 投机客纳入优惠范围 第二个 日出条款 你糟告建商跟投资客 年底前赶快买 对啊 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现在大家是不是赶快炒作 第三个 累进税率改成单一税率 鼓励炒房 第四个 取消奢侈税 使短期炒作增加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包括了什么 我们跟大家来算一下 你看现在的这个奢侈税的房子 如果我们用房子 这样子来算的话 总之你房地合一税是比奢侈税少 那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大家看不看这里 奢侈税的这个 如果说魏映聪 他有14户地保 他卖12户 为什么卖12户 他自己要住两户 我们掰的啦 我举例奢侈税的话 他一户如果 3亿买进4亿卖出 4亿乘以10% 再乘以12 等于4亿多 那如果房地合一税的话 他减掉这个东西再乘的话 他是2亿多 所以看他差起来是差2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如果说用了房地合一跟奢侈税 就有这么一个差别 那我们常常在讲说 很多事情是人为的悲剧 我们讲人为悲剧 这个6这个数字 因为212高间事件 6个人自尽 因为1月20号 桃园保龄球馆事件 6名紧销死 我们要讲的是 土力财团 也算是人民的悲剧 我们要讲说你真虚伪 可是我没时间唱了 但是我还是要讲 Carly Simon这首歌 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这是个老歌 但是他这句话呢 你就要记得他怎么唱 You're so vain 对不对 你对他讲 You probably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You're so vain 就说你很虚伪 你很虚伪 你很虚伪 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feel 真虚伪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大陆方面的 国安部是什么 好你可以看到 现在被爆出来说 大陆的这个国安部 国家安全部 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密集 随着这一次的监狱事件 又被掀开来了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他的logo 18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英文叫做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你可以看到 他是Ministry 就是部的意思 所以我说这应该有点像 我们的国安局吗 可是他的层级可能有点像 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也很像 第一局是机密要员 第二局国际情报 第三局震惊情报 第四局就是对港澳台的情报 主管收集港澳台 包括了这个地区的维稳 还有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 港澳台办公事情报组 包括我们每次选举说 大陆收集情资就是第四局 博逊在最近就有报道 他就说收集台湾情报 违反台湾人士的策反 还有扰乱台湾社会秩序 促进中共对台统一 那么有人就讲说 陈其里在这里面 在美国犯下江南案 逃到中共好兄弟 赤色高棉柬埔寨避难 那第五局呢 就是到第十六局 就是情报分析 反间谍行动等等 第十七局是企业局 主管所属企业 第十八局是反恐局 那我们讲到这里呢 为什么扯到白狼 白狼呢 他到这当中来进行劝退的时候呢 有人就反抗说 为什么要让白狼寄去 难不成台湾要变成黑道治国吗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他有讲说他们要攻坚了 这也是一句话 你这样子暗示 是不是也激怒了里面的人 好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先看看博逊的报道 博逊是在去年四月一号有报道 中共国安四局扶持台湾黑帮 这里面博逊的报道 那么新唐人电视台也有报道 张安乐竹联邦大佬 2013年返台 警方礼遇书遮手铐 而且在台湾五万以上 全球十万 这竹联邦成员 1984年江南案在美国判刑 1996年回台湾 到国台办安排大陆经商 而这里面讲到的 当时国台办陈云林 还有国安部长贾春旺 当时的国安部长呢 许永耀 所以国安部 他们就是传出来 这都是博逊讲的 说有拿钱给张安乐 或有拿多少钱给竹联邦 但有没有这个我们不知道 总之这一切的一切 他们说呢 他是肩负着整个 所谓中共赋予的政治使命 好 那上次太阳花的时候 不是外面有飙车族吗 还有查到 其实这里面 很多就是竹联邦的外围分子 那这次我们看到的 像郑姓男子这些人 郑立德 他们也是竹联邦的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相关联呢 当然费死联盟的 法务主任苗伯雅就说 白狼登场 真的让剧情 进入一波荒谬的高点 荒谬不荒谬是一回事 他到底跟大陆的国安部有没有关联 你有什么委屈我们都知道 利德 我知道你这次是不但是为你自己 也为了全台湾的受刑人 能保证吗 你现在保证给大家 我用生命保护我们国家 保护我们长官 看到的就是那个场景 但是我们看到 如果说大陆的国安部的第四局 真的对台随时来统战的话 对我们都好了解哦 有时候看到大陆的人来访 他们就说我们都有看你的新闻 我还问他说 你有什么微星碟子吗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看得到 哦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混着 饲料用的鸡血 饲料用的鸡血 混入到鸭血当中 结果烧到了什么 鼎王千叶跟老四川都烧到了 所以在今天 他们全部都进行下架的动作 您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整个事件的发展 那到底还会不会有什么后续呢 广告之后我们回到现场 来看看呢 最新在新北台中的状况 好这个张鸭血的部分 最新的发展 在台北市查了15家 包括了宁记 蜡中间 夫妻废片都中标了 另外在今天晚上 哎这个 柯文哲要去路过 路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 呃 插证员手术房 什么叫插证员手术房 好 我们广告之后 回到现场 而过关于这边 你 再加图 有点 什么